Hello 大家好 我是憲哥 相信大家已經有無所耳聞 沒錯 林伯又要漲價了 林伯在2023年1月1號開始 常規系列漲價至少7個點 牛角系列10個點 KG系列目前沒有什麼消息 不過據說要到過年以後也是要進行漲價的 那麼這裡就很多顧客朋友最近在私信我 憲哥 這個漲價了該怎麼辦 我是不是得趕快在1月1號之前趕緊入手一波呢 其實我想說對我的老顧客老粉絲們來說 你們不用慌張哦 因為雖然官方從1月1號開始漲價 但是我把它壓喉到過年以前 我要是按照原價格來給各位做一種回饋 所以各位也不用太著急 你們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去慢慢選擇 畢竟我店裡兩三百幅庫存也不是鬧著玩的 絕對由你選擇上的 另外這個漲價公告出來之後 其實我自己也是做了個研究的 常規系列漲價7個點 其實大概就是300塊錢零售價的一個變化而已 但最大的變化呀莫過於10號色的這個取消 當然取消呢不是說沒有10號色了 以前看過我視頻的朋友都知道 Limber按照不同的顏色配置其實定價是不一樣的 價格由低往高主要是分為三類 第一個是10號色基礎色 然後呢就是數字色 價位最高的就是字母色了 但現在官方做了什麼調整呢 10號色再也不是所謂的基礎色了 10號色被變到了數字色裡面去 所以變化最大的莫過於是從3個價位段濃縮成2個價位段了 那麽以上信息呢 同各位做個參考 另外提醒真的有打算入手Limber的朋友們呢 各位得趕快抓緊了 畢竟能省一點是一點嘛 好啦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了 我是有溫度有態度的 4C眼鏡助理人謙克 下期見 掰掰